他不是之前在你公司上班吗 然后他这几天去别的公司上班 你知道去哪上班了吗 去哪里上班了 他认识了一个男孩子那去上班了 他现在上班的那 是他认识的一个男孩子 然后叫他去上班的 不然你以为他 为什么不来不来到这上班了 你还一直叫他回来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 他现在肯定不会再回来上班了 他就在那个跟那个男孩子一起 在他公司里面上班 你还不知道吧 粉丝他们都不知道 就只有我知道 阿梅他肯定也没跟你说过 他认识那个老板 那个男孩子 他们两个他肯定是喜欢那个男孩子 你知不知道这个事情 知不知道家人们 你们说你们信不信 什么信不信啊 事实就是这样子的 你的意思就是小小的 阿梅有男朋友了呗 是不是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那个是不是他男朋友 但是但是那天我看到他们 他们 就是一起的 在街上我看到他们了 然后我打听了一下 好像他就是他现在上班那的那个老板 来直播这八千个家人们 你们信不信 信的打个信 不信的打个不信 你怎么能不相信我呢 我就说王特 你一天就豪华的工作不好吗 一天不要搞这些什么儿女情长的这些东西 这些都是空的 嗯对张叔叔 我也想说这个事情啊 呃张叔叔 管住的事情你知道了没有 呃张叔叔知道什么事 咱们做的那个那一块漱口水 啊这个 交不了货 怎么回事 是不是你 搞砸了 什么 我也不知道 那个呃 带你说他不 不要啊 你看看 我就说你一天天的不做正事 哎 生意嘛 你就好好的打你嘛 不是那咱们怎么回事 你有没有觉得奇怪了 怎么奇怪 咱们之前合作的好好的 也没有没有什么呃 炒过架 也也没有什么做的不好的地方 为什么就这次就 他们这边不接收了吗 不知道 是不是有那个环节 没搞法 什么环节都没问题啊 不可能啊 啊 哎 你你知不知道 我不知道啊 那肯定是因为之前 阿美在 他阿美 爸爸你知不知道 就之前在公司 然后肯定 就没有好好的 阿美跟这个工 的产品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啊 我的意思就没有好 你说了 等一没说 你的事情 你先不要说啊 工作呀 就一天 他就一天 阿美不工作 和这个交不了货 有关联吗 有关联 怎么个关联法 你跟我们说下来 肯定是你一天 跟阿美一起一起玩呗 就没有好好的落实这件事情呗 哦 还怪到我身上来了 你看啊 我一直看着你 从小和小小一起长大 对不对 嗯 给你搞一个 这个公司来做什么 你就好好的 做生意 不好吗 一天天的就搞起那些乱七八糟的 有意思吗 男人 要事业为重 我知道事业为重 我没有 这个公司一直以来都是我一个人打你的嘛 打你的也不错的嘛 对不对 对呀 之前你看都是好好的 哎 我说哎 这个小外 就是 就是去了一趟农村那边 过后 他弄那个农产品 去了农村那边一趟过后 他就 他就不像以前一样 具体的我还是 不怎么了解 哎 是不是你得罪 港州那边了 我 我是觉得我得罪小小你们两个了 怎么可能啊 我是看着你长大的 哎 我们是四角 对不对 怎么可能嘛 你看我都一直看好你 哎 怎么回事 你怎么选你长出 是不是 嗯 我都想哎 看着你哎 现在做做的挺好的 把这个企业公司也弄得挺好的 怎么回事 要不你再含捷一下 到这明天 啊 再联系一下 嗯 我在他那边谈了几天 约都约不到他们 哎 那我跟你说 既然 这公司交给你打理了 你全权负责 我不敢 我跟你说 你看生产那么多货出来 到时候人家不要了 哎 这就你自己去除掉 我跟你说 我除你是不是 啊 你现在成人了啊 对对 又不像哎 以前小时候 这个事情我们先不说吗 先说一下你这个小小的视角 啊 他为什么老是来 唱和公司的管理呢 你看你说了什么话啊 你看以后你 对不对 我都是 故意把它按在你身边 什么就故意把它按在我这边 我辅助你一起做这个把这个公司搞 哎 别 张叔叔你别 你别用他来服从我 我真的不需要他啊 扶住我 真的不需要 你安倍辅助你吗 那是我自己的事情 他不明白他辅助你吗 对啊 他敲不敲的了 敲不敲的明白键盘 那是我 那跟你没关系啊 什么没关系 我跟你说 你看他一个农村的 他连键盘都不会打 怎么怎么怎么扶着你 哎 对啊 那我我还以为之前小小做的事情 你都不知道 原来都是你知道的 是不是 不是什么 我知道 我就是说 因为之前小小也跟我说过 对不对 你这个事情 人家说公司发展 对不对 你不能什么 这个是要 要水平的 要业务能力的 要什么人都往公司里导 是不是 这个叫来 对不对 关系好一点 经纪老表就叫来 开几天 这里叫来又开 对不对 不是 咱们是不是有那么一条规矩 就是古都不参与管理 对不对 我不参与 你不参与 但是他参与了 我没有参与 我就是来找王菲哥的 然后我想着他有时候 他没在这的时候 然后有些他们没做好的地方 然后我给他们说一下 那是不是成语了 那我也没做坏事 我又没有影响公司什么 我也是想帮王菲哥 帮你把这个公司 搞到真正日常 对不对 做大做强 多好 是不是 以后你们 是不是 就 把这个公司先搞起来 再谈其他的 什么儿女情长 这些不要去年纪人 现在事业为重 事业为重 有了事业 他自然的就来了 那意思就是让小时继续参与 是不是 不是参与 我又想想你 你王菲哥这里 你公司上的事情 也不 不要去参与 但是 就是你没事的时候 过来 看看 你这样子的话呢 张总我就这么跟你说 张总我就这么跟你说 我们你总 我们三个股东吧 你们两个谁能来 谁来管理谁来 我管不了了 这个我进一步了了 你们你这样子 非要让你这个女儿一直 参与的话我是进一步了了 我就是跟你坦白的这么说 我爸爸都说了 人家不是说让我参与 他不是说了吗 叫我不要 你来找我也不行 你来说我缘故也不行 那我就不说你员工吧 那你说阿美干嘛 阿美现在不是女员工 她是不是被你手走的 什么叫被我说走的 你自己去问问她 是被我说的什么 是不是被你说走的 很多人都知道 不是你自己问问她 怎么说的话 他一个哎对对 他走了就走了吗 有什么 而且我就就算我说 我说两句话 他自己就走了 那他那他自己也 自己要走 你小小为什么要说别人两句话吗 他是什么吗 他工作没做好呀 可能是工作没做 那个那个工作没做好 是小小管的事情吗 不管呀 但是你当时没在这 我就我来就看到了吗 我看到了 我又说了几句话吗 对对 你不在的吗 你有时候 有时候想想 可以帮你盯着一点 是不是 什么帮我盯着一点 张叔叔 你事情还搞不起出状况呢 总之一句话 肯定是为了你和这个公司更好 是不是 张叔叔 我觉得我们直接 有一些事情要坦白说开了 才好 不然大家都心里面都抱着希望或者是 呃 想歪了 误会了 就不好了 来 我觉得有必要 我们把有一些事情说开了好一点 对不对 准备家人们啊 呃 我先我你这等我一下啊 叔叔你这做着我旁边那么熟悉话 嗯 我先我你这等我一下啊 是不是家人们啊 张叔叔的意思好像我听得出来一直在凑合小小小我们两个的小小我们两个一样 但是我觉得我有必要跟他说开啊 我有喜欢的人他不是小小是阿梅啊 让他不要往这方面凑合这样子跟他说开了你们觉得怎么样 行不行 行不行咱们准备酒鞋都给家人们行的 过不了打个写 行的话我马上就跟他们说了 不写的话那我就不说了 直接说明白对不对 啊 这样子做的后果就是啊 出的好咱们就一起合作说不好咱们就各做各的是不是吗 没必要这样子哎呀一天天的 大语